在中国教父习近平这本书里 他梳理了习近平的人格模式和思维方式 所以在那本书中我提出的一个关键的概念 就是习近平的肉身之父是习仲勋 但是精神之父是毛德东 他曾经希望中国教父习近平 是他《中国独裁者》系列的终结篇 他的这种专制的坏 就超乎我当初的预估 所以我现在还在要继续写第二本书 作家于杰再写新书《习近平的噩梦》 你好 观众朋友 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观点节目 我是主持人唐其威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要去拜访的嘉宾 是流亡美国的著名作家于杰 2014年年初在出版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里 于杰最早提出了习近平的肉身之父是习仲勋 精神之父是毛泽东的说法 在当时引发很多争议 但是随着习近平的个性和他的执政风格的日渐明朗 这一说法被很多中国问题的观察家所普遍接受 于杰曾经说过 他希望中国教父习近平这本书 是他继中国影帝温家宝 和谢大帝胡锦涛之后 中国独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但是于杰最近却又写了一本关于习近平的新书 下面就让我们去拜访一下于杰 听一听他对习近平执政的最新观点 那您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教父习近平》是不是 那当时习近平才刚刚上任不久 那现在一年多过去了 那您以现在的眼光再来观察习近平 您觉得当时您那本书里面 哪些预言是印证了您的看法 哪些是有出入的呢 那本书中我提出的一个关键的概念 就是习近平在 他的习近平的肉身之父是贤仲勋 但是精神之父是毛德东 所以我们看从那时间又过了 那接近两年到今天来看习近平的内政 看他的外交 我觉得我那本书中很多的结论都那惊人的那应验了 中国社会正在迅速的往这个皇权专制 这个法西斯的这个方向那发展 但是我想他的这种专制的坏 就是超乎我当初的那预估 那当时那尽管就是在他执政的第一年 就有超过一千位这些维权人士被捕 就是他执政一年抓捕的人士 就超过胡温他们五年就抓捕的人士的那总和 但是我还没有想到比如说像最近所发生的 比如说那一个方面他对这些维权律师可以说是一网打进全国行动 在短短的两个星期之内可以一下抓捕三百多人 那第二个方面对那基督教的那迫害在那个浙江 以这个浙江为一个那试点就在那文革之后从来没有过的 比如说拆毁这个教堂和十字架 也在这个半年之内就超过两千家 然后很多教友被那帮你 帮你殴打 所以我想 无论我有怎么样的想象力都想象不到他就超过我的想象的坏 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在习近平当政之后他抓捕的这个异议人士 那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就是胡温当政的时候因为有黑监狱有劳改 而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是废除了劳改制度 那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就是所谓的依法治国就是通过法律的手段把他们抓起来 那一个方面我觉得他当然就是说这个劳教制度那废除 但是那黑监狱完全没有废除 第二个他确实他用这种所谓的法治化 他有更加精密的这种安排 比如说他在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大的框架下 他强势通过所谓的这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法 然后国家安全法里面他又有非常宽泛的一些这个定义 甚至连这个文化思想都都都纳入到其中 在依法治国的这个幌子下 那但是他这个法我觉得我就变成一个更加可怕的延寻迅法 那您还提到一种就是新威权主义是不是 那这个新威权主义跟之前中共沿用了几十年的这个威权主义 有什么不同心在哪里呢 我觉得在那毛时代结束以后 因为建于文革的那个惨祸 所以到了那邓小平时候 他们就要防止出现这个一个人的那专制 然后防止出现这个个人崇拜 所以在邓小平时代就所谓的叫这个八老治国 所以是八个元老 尽管就说邓小平在这八个元老中最突出 然后这个陈云是这个第二位 那但是他们每逢这些大事 比如说六四要开枪阵阳 就是这八个元老在这个邓小平家里开会 然后讨论 然后罢处了这个赵紫阳之后 要选择江泽民作为接班人 也是这八个人共同来这个讨论 所以即使在邓小平权力那最大的时候 也不是他他一个人可以 那完全说了算他还要兼顾其他人的这个意见和看法 而在这个江泽民和胡云超时代 就这一点就说集体统治的这个模式就更强 所以后来有一位官方的运用学者 清华大学的教授胡安刚 他所提出的一个理论叫所谓的集体总统制 他说这种制度比那西方的那总统制或者首相制还要先进 但是到了那习近平时代 我觉得他通过一系列的这种 甚至我觉得是一种静悄悄的这个政变 他用了一个方法叫这个小组治国 这个小组治国从那个毛泽东时候就有 就毛泽东为了发动那文革他就设置一个中央文革小组 所以把原来从那个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就转移到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去 所以现在习近平也把这一套拿学来 所以他上台以后先后成立了超过11个各种各样的小组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个人的独裁的这一面凸显出来 这是在那个党内上 在这个社会那控制上 他也我觉得大大的加强对那个社会各领域的控制 我们看最近以来他对那些非政府组织的打压 对那教会的打压 对媒体的打压 对那个教育部门这个大学的控制等等 然后对外来说他也更加强势的 要这种对外扩张和拉争霸 像这个南海问题 这个东海问题 中美关系的问题 中日关系的问题等等 所以我觉得从现在 从这一系列的那个分析来看 他更像一个新版本的毛泽东 或者那希特勒或者那斯大林这样的人物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 习近平上台之后可以说是有一种静悄悄的政变 那您觉得除了刚才您提到就是他精神上 其实是毛泽东的儿子之外 您觉得有没有一种就是他其实也是有一种迫不得已 他必须得强势呢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因为当时好像他上台也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上台之后好像也出过很多意外 当然有我觉得这是跟就是从江泽民到这个胡锦涛 说那遗留下来的这种全党或者全党全军 那个整个既得利益那群体的全面腐败 所以然后他本人来说他也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那个权威 因为我们看他此前在地方任职期间 无论是从那最早那个河北镇定的县委书记 然后到那福建的那宁德地区的这个书记 然后到这个福州的市委书记 福建的这个省长 然后到浙江省委书记 上海市委书记 我们看不到任何地方他有亮丽的那个政绩 所以是是个非常平庸的 至少在在这地方上来看 所以他要成为第一号人物以后 他要面对党内的其他的这些派系的 那不满牵制 甚至甚至有所谓的这个新世人帮要想取而代之 所以他就用这个反腐的这种方式来打压这个政敌 但是我们看到他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清洗 一个派系斗争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反腐 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反腐 我们知道第一个要有 要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 要有那个新闻的自由 而这两点我们看习近平掌权以来都是退步的 然后那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反腐 就不应该是有选择性的 我相信没有王立军事件 那薄熙来尽管失事 他也能够平安着落 会跟他安排一个那个政协的政协 或者人大的职务让他那退休 因为他是那个太子党 所以我们看到直到今天 除了薄熙来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重量级的这个太子党人物 那夸台 那些现在夸台的全是那些平民子弟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 习近平代表着中国大概200个这些最顶级的这些太子党家族的利益 所以包括他自己的家族 包括他的姐姐姐夫 他们被那彭博新闻社 纽约时报所记录出来的数十亿的这些资产 他们跟这个马云的阿里巴巴 跟那个王健林的万达集团之间的千世万里的这种金权交易 这些他从来不敢跟人民来做一个全面的交代 那尽管如此 就是很多说法都说习近平反腐啊打火啊 其实是内部的一些权力清洗啊 刚才您也提到 那很多起码一部分的中国老百姓还是很高兴 觉得你习近平打火总是比不打好 您是怎么看待这些就是正面的声音呢 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民众来说 我们就要来那分析中国那民众的那精神结构 在我看来中国大部分的民众 他们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 有那个完整的 那现代的人权民主自由的这些意识和价值 他们仍然那停留在2000年中国专制主义的这个传统 所以他们对民君 对这个贤相对青天的这种盼望 他们希望有一个那好 有个好的这个皇帝 希望有个好的那成像 所以当年会有那么多人欣赏和喜欢这个温家宝 所以当我那最早出来批评温家宝的时候 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反批评 到这个今天大家又把同样的希望 那个寄托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身上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那破除这样一种 那个精神结构 而要让我觉得要推动这个制度 那制度变革 就我刚才谈到的 比如说司法独立 那个新闻自由 这一些我觉得比我们把良好的意愿 投射在某一个人身上要重要的多 那您现在又在写第二本关于习近平的书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内容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呢 对我就会来对习近平进行那个更加深入的分析 因为那本书第一本写完以后的这一年多时间 不但的这些习近平的新的这些政策作为又发生 实际上整个书的这个价格 我会用那个四个方面 每个方面其实是那一个词 用那个四个词来那八个字来那开阔整个习近平的内政 那外交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那集权 他如何把这个权力那集中在自己的那手里 那第二个就是那反腐这种选择性的 这个反腐这种派系斗争的那复杂性 第三个词就是那镇压 在这个内政上他如何的那打压 这个正在成长中的那公民社会 第四个方面的一个词就是那争霸 这种对外的那扩张和那个争霸 就是集中谈他的这个外交政策 所以差不多这四个词语 这八个字可以来开阔我这本新书 余杰这本新书的名字叫习近平噩梦 将在2016年在香港和台湾出版 好观点节目让我们分享不一样的观点 我是主持人唐奇威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